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能够感受到虐恋情结 该剧当中女主的妆容和造型让我有一种感觉一定能够成为爆款 李一彤还能再火一次 李一彤的颜值和演技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于虐恋这一块 又代表作魅者无将在手 评分超高 口碑也非常好 而在颜值方面 她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甜美的小姑娘 都不敢相信 已经有三十好几了 李一彤红得快 凉得也快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手上的资源一直都很好 而接下来播出的剧合作的 基本上都是当红流量男演员 除了小红娘 还有一部大女主剧 云起时采晕过物语令人超级期待 李一彤在剧中的妆容和造型大大增加了观感 观众们可能会特别欣赏这样的服装 先抛开女主角的不温不火 就说这造型好不好看吧 红衣如火 粉衣甜美 紫色梦幻 个个都很惊艳 美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感觉还是挺用心的 另外 在投射的选择上 也呈现了景上添花的感觉 整个对眼睛都是十分友好 男主王拳富贵为数不多几个近景的脸部情绪 诚意演的也是相当具备张力 他情绪的调动能力还是挺厉害的 而且也非常有信念感 再加上好的对手演员 相信这两个人能够摩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莲花楼后 诚意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热度越来越高了 狐妖小红娘王全篇也绝对能够成为一部爆款作品 如果这次还不能火 李一同真的挺寒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